如果我想要一张你的自拍 你会用什么拍呢 自带的前置摄像头拍照功能还不够 要用自拍软件 这些APP看起来都是大眼美白 磨皮瘦脸 大同小异 其实也算各有特色 有的滤镜丰富 有的偏萌细 有的偏文艺法 有的特效玩法多 琳琅满目 让人挑花了眼 根据Google2015年的一份报告 在Android系统上 平均每天都会生产出 9300万张自拍 人们对自拍是如此热衷 仿佛这是新兴人类 进化出的又一本能 那自拍这个idea 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 稍微把时钟倒回 啊 怎么没有那么远 往回一点 到相机诞生之前 有钱人出于自恋或者虚荣 就会找画家给自己画画像 博物馆里的大量人物肖像 都是这么来的 更常见的是 画家会给自己画自画像 对比毕加索20岁和25岁时的自画像 你猜哪个是25岁 哪个是20岁 25岁正值青年 画像里的他自信坚定 颜色接近真实 有很多橙色 但20岁的毕加索 本来要更接近少年的年纪 画出的自画像 却像一个中年诗意的大叔 用了大量的蓝色 看起来沮丧 孤独 这个阶段叫毕加索的Blue Period 因为他刚经历好朋友自杀的悲剧 这种用不同的颜色 表现不同的情绪 可以说是远古滤镜的一种了 1839年 摄影师罗伯特·科尼利尔斯 跨过重重障碍 想方设法 给自己来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广义上人类的第一张自拍了 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 1966年拍摄了第一张 在外太空的自拍 有相机以来 无论是用镜子 定时器 还是非常尴尬的 把相机伸出去盲拍 或者是拍力得 大头贴 我们人类总是想方设法 拍摄下自己的样子 但像现在这样 拿出手机 自己同时能看到屏幕和镜头 还要归功于这样东西 从2021年往前倒推 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 2003年 索尼爱立信 Z1010 是最早安装了前置摄像头的手机 2003年 这就是最早了吗 1998年 任天堂鬼使神差的 在Gameboy游戏机上 插了个Gameboy Camera摄像头 最早实现了手拿设备 镜头对着自己 还能同时看到自己的拍照方式 Gameboy Camera 日本又叫Gameboy Pocket Camera 是1998年任天堂官方推出的一个配件 顾名思义 就是个相机 可以用卡带里自带的软件拍照 1999年的时候 这个配件还得了一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是当时世界上最小的数码相机 这款相机的感光元件的像素是128x128 可以存储128x112像素的照片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视频是1080p的 也就是1920x1080 那么128p在画面上看 就是这么小 而且拍摄的照片只有两比特的色彩 就是2的二次方 四种 还是灰度 其实在Gameboy的屏幕上就是四种绿色 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的话 NOMO相机APP里有一个叫Canboy的相机滤镜 就是这种2比特灰度的效果 倒是成了一种复古时尚 实际上围绕这个Gameboy Camera 现在还有一整个摄影爱好者社区 喜欢用这个小像素相机拍照 还有很厉害的大佬 在前面转接了长焦镜头 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效果 甚至可以拍摄月亮 因为在Gameboy的显示屏上看照片实在是太难受了 于是我特地从DOMA尼亚网购了一个专用读卡器 这个读卡器主要的功能是可以读写卡带上的存档 也可以提供一种合法的玩模拟器的方式 就是买来卡带 用读卡器把它变成ROM 再放到模拟器里玩 这就不算盗版了 当然 它也可以读取卡带里的照片 说起来我买来这个二手卡带 第一次插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 这张卡带不是空的 相册里是存了东西的 我翻到了好多张不知道是几几年拍的自拍照 看起来像是欢乐的一家人 你看这里能看出来是在厨房 一开始打开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脸真的是吓了我一跳 冷静下来就觉得好神奇 有一种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camera就是一个可以前后翻转的摄像头罢了 拍几张看个意境的自拍就完事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没怎么进入过大众的视野 也从来没有掀起过什么波澜 任天堂在那个年代可能也觉得一个看起来浮成一团的数码相机 本身并不能支持它的卖点 毕竟那个时候没有社交网络 连互联网都不普及 没有分享你拍摄的照片的地方 所以任天堂还配套出了一个打印机 放入电池 12356 插根线 把黑白像素自拍打印出来 和班里玩得好的同学交换 真实社交 只不过用的纸是那种超市打印小票的热名打印纸 很容易被当成垃圾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小照片 任天堂毕竟是做游戏的 Gameboy Camera 那个时候起就对自拍这件事玩心大起了 Tricklances 就是一些类似万花筒的镜头效果 镜像啊什么的 蒙太奇 就是把照片切分 多次拍照 然后拼接在一起 Canorama 还能拍全景 全景 为什么要拍全景 Gameface 会拍摄四张面部 可以拍不同的表情 留到之后的小游戏里变成动图用 还有一个涂鸦功能 可以在你的自拍照上乱画 还有自带的贴图素材供你创作 虽然结果看起来不太像杨坚的东西 但就论这几个特效 我在现在的自拍软件里都是用过的 就有没有一种来自未来的阴森的熟悉感 接下来 创造的就是年代趣味啊 现在我可以看到完整的Ball Run Run DJ这三个游戏的入口了 这个叫Ball的游戏 其实原本是任天堂最早的掌机 Game and Watch的一个小游戏 把头换成了之前Gameface里拍摄的动图 还挺情怀的 也挺奇怪的 就是简单的接球 空中三个球 不让球掉下来 看谁接的多 中间这个费了吃奶的劲解锁的Run Run Run 是个跨栏赛跑游戏 这个游戏也是莫名其妙 你盯着自己的头和燕鼠和鸟一起赛跑 图中需要跨栏 有点像Chrome离线时的恐龙小游戏 但竞争对手很离谱 是这个燕鼠 比赛一开始就一六烟的飞快冲出去 整个游戏过程中完全不见影子 我严重怀疑这游戏是不是只能拿第二名 最后这个DJ游戏 有点东西的 点开是一个DJ台 你在打碟 表面上看 这就是跟现在的一些 抠图加背景素材的玩法差不多 但其实 左下角的速度啊 还有右下角的音色 都是可以调整的 按一下Select 就会弹出一个更详细的编辑界面 这里允许你编辑一段自己的音乐 黑白照片 再加上我自己做的灵塘音乐 我觉得我就是在自己的坟头上蹦滴啊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 在Gameboy上玩出了这么多的画样 但就像我前面说的 这个东西实在是没什么人知道 说游戏性吧 也就那样 说是自拍吧 横竖都是马赛克 真的算是前不着游戏的村 后不着自拍的地儿 那任天堂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呢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实际上这个前置摄像头加游戏的创意 在任天堂内部也是争论了很久的 最后不知道怎么的就给通过了 推向了市场 我唯一的线索就是Gameboy Camera里这个叫Run的功能 Run的功能是 没有功能 点进去只会给你放一个错误的鬼脸 上面写着 Who are you running from 非常诡异 为什么会有一个没有任何用的菜单呢 官方指南 How to funtography 对 photography的垃圾谐音梗 是这么解释的 This is a joke command that has no practical use 玩笑指令 我猜这就是任天堂搞这么一出的理由吧 It's a joke Just for fun 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只不过是好玩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